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28岁 我擦完之后就跟着18岁是吗 你觉得的 不好意思 我都不敢讲 好了 先给我们讲解一下 先看到这个图 刚才我们看到如果这脸的话 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修饰和处理 现在分析一下菲比现在的妆是怎么样 没关系 你继续进行 你的眼睛都没有擦 别作弊 不要擦眼睛吗 对 不要作弊 先分析一下现在菲比的妆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现在它现在现存的 它现在现存的吗 我觉得因为就是 我不好意思讲不好听的话 因为问题就是这个妆也是我化的 所以如果我先讲缺点 我觉得是不是不合理 没关系 你感觉失守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是等一下focus的点可能会不太一样 同时我用的色系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 刚才我化的给菲比是一个比较女人的妆 但是变成花不兰吗 等一下我会化的妆更加靠近它的肤色系 所以使得一切都显得更加的自然 但我今天有个要求就是因为咱们今天主题问题 所以你要教观众是怎么样通过化妆的方式 能够使它整个脸有一些提升 好吗 想想办法 我先玩了 我相信你 我尽量试一下 你这个蟹百分之八十好了 眉毛都没擦错 你是不想回到真实业 太可可了 没有可以呀 好 我们稍微停顿一下 给我们一个近景 我们看一下菲比这个两张脸在这个擦完妆 虽然没有拆到这个假睫毛 虽然也没有把眉毛擦掉 但是看一下 你皮肤状态还行 皮肤状态还行 我们待会看一下这个化妆师 在化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办法 咱们在进行的时候 给我们讲几下 你现在用的是 我用的是Mac系列的Face and Body Mac应该赶快召唤 us 对 然后我用的是 直入广告 我用的是比较靠近 我们亚洲人肤色的色系 就是C1和C3的Mix 然后我希望这半边 可以达到比 左半边 不好意思 右半边吗 你现在是花式 觉得是亚洲界 另外一半边 稍微更加的浅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过 通过我们使用底妆 更加浅 来够达到 使人看起来肤色更好 或者提升的作用 其实我说实话 我最大的问题是 我肤色比较暗淡 那个化妆师 这个颜色是和它肤色 就是差几个 我觉得最起码 差了一个半 然后 它深了一个半吗 浅了一个半 它肤色浅了一个半 还是你就这个 这个浅了一个半 这个浅了一个半 所以建议说 用比肤色 差不多浅一个半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做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而我做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菲比真的太年轻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办法 可是如果你真的 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那你可能有很多 不一样的方法 闭眼睛谢谢 OK 然后 对 我先上底妆 咱们在眼部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 注意的地方吗 眼部 你同时也教一下 就是咱们需要去寻求 通过化妆来试 我们这个脸部 更加紧续的 嗯 你说的是眼部吗 眼部的话 你要不要注意的 就是把你的眼型 稍微的拉长一点 然后同时再 等一下我画的时候 再来讲吧 因为现在 我想知道 学生问题太多 对呀 我想说真的是 我想知道像琴亿啊 他眼睛旁边 闻这么多的花 闻这么多 我闻了什么 OK 继续说继续说 我说那平时 他靠化妆可以遮盖吗 还是说没办法 我平时不化妆 对 而且男生真的 不是太需要遮盖 如果他有必要 这是成熟的标志 知道吗 就是我们都在寻求 就是成熟的标志 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 要用的就可能 不只是化妆品了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 products 像是latex之类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像很多 比如说男明星 他们已经到了很大年龄了 然后他们是 通过化妆的来调节 还是通过打针的调节 就你觉得 你在化妆界觉得 你看的是哪个男明星 你看的是哪个男明星啊 香港某几位男明星 我也不好说名字了 我觉得是常识 如果一个男生的 已经到50岁了 然后那个肤脂 还是像30多岁的话 那如果不是他打 他打了什么针 那就是他的荷尔蒙有问题 你是想借此 就是给观众 八卦一下 就是你如此近距离 看到他们化妆师 化妆师脸上 发生什么事呢 我怎么 我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 真的是要不得 他主 随便一下开除 所以现在是打底吗 是打底 然后 因为大家不要想看到 眼睛的部分 我就先直接进到眼睛部分了 先讲我们还在进行 我们看这两个 我们还是进到广告 把更加精彩的节目 带给你回见